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会错 为免军有事辩证 让私生球员负责主宰比赛 而这头野兽也就因此开启了季后赛模式 不管你要说他宝宝未老 还是说他将是老的辣 林志杰确定要在这场比赛打开杀戒 篮板球拨一下林志杰再拿到 上一响F1 林志杰发出了他年少时期的怒吼 真的太怀念了 这是好久不见野兽的怒吼 不晓得就唤起多少资深篮球迷的回忆 仿佛回到十年前押井赛 那个单纲中华队队长的林志杰 又再度出现在眼前 头发短了一点 实力却依旧完美 林志杰在上半场中轰下18分 帮助勇士咬住维股领先 为林志杰在下半场慢慢地拉开比数 而球给志杰的策略 依旧没有改变 林志杰上场三十四分钟 砍下全队最高的二十九分 外加十篮板的double double 不只创下生涯季后赛最高得分 也帮助勇士以一百零一比八十九 几百零唐元 而六月份装满四十一岁的野兽 只有一句话要说 这次真的蛮累的 魏冕俊赢球之后 确定抢下第一招 Classic中冠军赛的门票 接下来就等待他们的对手出炉 欢迎新闻凌晨外报道